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Valve Channel 我是Kevin 今天來介紹的是我手上的這一顆 Atlas Compressor 之前介紹過了各種Source Audio的效果器 像是EQ、Distortion、Delay等等 現在終於要來介紹他們家的Compressor啦 Compressor的種類分很多種 每種種類在音色上面的音響也很不同 一般的分類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 FET、Optical跟VCA 這三種各式都有很出名的代表名機 例如FET Compressor的代表就是E76 Optical就是LA-2A 最後VCA就是DBX160 如果有接觸過錄音的朋友 應該都對上述的機種不陌生吧 通常想要簡單暴力的Compressor音色 那就會選擇FET 想要比較溫和的話就會選用Optical 那對於各種Compressor之間的差異 以及作動方式的原理呢 以後有機會會再獨自做一集影片 來跟大家介紹 我手上這顆Atlas Compressor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切換6種Compressor的類型 不像其他家廠牌的可能就是特地的一種類型 像是E76Ti 至於是哪6種呢 等一下會依序的跟大家介紹 外觀的方面 依舊延續Souls Audio他們家的特色 全金屬的外殼加上表面髮絲紋的處理 在頂部除了電源插孔以外 也可以看到USB接孔 讓你可以連接Neural Editor 進行更多的操作設定 旁邊的Control Input可以讓你連接他們家的Soulman和Neural Hub 關於Soulman和Neural Hub的介紹影片 影片番號是EFP016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找來看看 本體正面的控制轉鈕雖然只有4顆 但搭配OUT按鈕 就可以用來調整8個設定參數 Tresol是用來設定Compressor開始作動的法值 按住OUT的話 這顆轉鈕就會變成調整Make Again 沒有特別設定的話 Make Again會是自動模式 也就是會自動的幫你做調整 Ratio是用來設定壓縮比 像是1比2、1比4 往順時中的方向轉 壓縮比就會越大 不過可以設定的Range 會依照不同的Compressor Type而改變 按住OUT的話 這顆轉鈕就會變成是調整Tone Blend是用來調整甘絲訊號的比例 按住OUT的話就會變成調整Attack Time Output就是最後的輸出音量 按住OUT的話就會變成調整Release Time 那Attack跟Release Time的設定值也會依照不同的Compressor Type而改變 中間的這一個小小切換開關 搭配OUT使用可以用來切換6種不同的Compressor Type Studio段為VCA以及1176的FET Compressor Optical段為LA-2A及LED驅動的光學Compressor Duo段的兩個都是Duo Band Compressor 但是在OUT的那一段的Duo Compressor會把極高頻隔離出來 所以就算聲音被壓縮過了 還是可以具有足夠的穿透感 最後他還可以切換吉他跟Bass模式 所以不管是要給電吉他或是Bass使用都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就來聽聽看他的聲音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對這顆Souls Audio Atlas Compressor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跟台灣代理商海國樂器詢問 看看有哪裡可以試玩以及購買 這裡是BOB Channel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